大家晚上好 欢迎大家参加我们每周四晚上八点举行的社区说活动 那么活动也举行很多期了 相信有一部分同学也参加过往期的这个活动 那还有一部分是第一次参与进来 容我先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个社区说活动 社区说是由谷歌开发者社区主导的一个在线技术分享的活动 那我们会在每周四晚上B站直播间 跟大家一起交流分享谷歌的相关技术 活动的形式主要有在线分享 直播coding以及话题讨论等 那时常通常会在四十五分钟到一个小时左右 活动将由全国各个城市的谷歌开发者社区承办的 那我们同时也会邀请来自不同技术领域的谷歌开发者专家 或者对技术有热情乐与分享的嘉宾一起交流 那屏幕前的你如果有乐意分享谷歌相关技术的想法呢 也欢迎大家参与进来 那我们本期呢设计说呢是由西安GDG承办的 那说起GDG呢大家应该也不陌生了 那有的可能已经参与过我们各个城市GDG组织的线下技术活动 那它是由谷歌开发者部门发起的全球项目 也是面向谷歌开源技术 开放技术感兴趣的开发者社区 是由对谷歌开发技术感兴趣的开发者们主导 内容主要涵盖了有Web Android TensorFlow和Flutter以及其他Google API等相关技术的 那我们西安GDG呢成立于2012年 那是谷歌开发者社区大家庭的一份子 那社区当中的各位组织者都是来自各行各业 有着本职工作的互联网从业者 我们每年呢也会举办数十场大大小小的技术分享活动 像IO20的WTM和DevFest等各类Metup 也欢迎呢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我们也会在后面呢第一时间在公众号呢发布我们新一期的这个活动 那欢迎到时候呢尤其是西安的小伙伴呢 到时候可以先下来参加 那我们本期设计说呢请来了爱拉云科地代码的CEO 就是陈隆伯老师 那由他带来呢如何在前端优雅的实现拖拉拽的分享 陈隆老师之前在知名的短视频公司担任客户单工程师一职 那现在呢是在地代码方向创业 也是Google和DevFest的技术部导师 多次参与呢社区的一个分享 接下来呢老师在分享的过程当中 大家呢可以随时通过B站弹幕或者扫描 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 然后加入到我们本次的活动讨论群进行提问 我们社区人员呢负责整理大家提出的这个问题 那特别提醒的是呢 由于B站的弹幕字数限制不能太长 所以呢更推荐大家呢加入讨论群进行提问 为了鼓励大家参与我们本次的活动呢 我们也会从提问的同学当中呢抽取三位分别 送上一份小礼品 那也请后续出道的同学呢 留意我们B站的私信或者讨论群的消息 由呢社区人员呢向大家收集联系方式 OK那接下来呢我们把时间呢交给今天的讲师陈老师 由他带给我们如何在前端优雅的实现拖拉转的分享 然后本次分享其实是讲一个常用的需求 但是这个需求可能实现难度会有一些细节的技术的点 比如说就是如何在前端实现一个拖拉转这样一个功能 然后这个功能呢其实在很多的软件里面 或者说很多的网站里面有 比如说大家用了一些项目管理工具啊 或者说一些to do list这种东西 它里面都是有拖拉的一个功能 那我们现在我们现在是在做一个这个低代码的创业的项目 那其实拖拉转这个事情在这个项目里 其实是还有蛮多的应用场景 对 那先介绍一下我自己 我之前的话最早是在西子学金这家公司实习 然后后来的话去了UQOO 然后也实习了一段时间 毕业之后呢就加入了这个抖音的视频 然后一起去做这个抖音这个相关的项目 后来的话经过一些辗转反色调逃秀的快手 对 反正整体的话是在一些短视频的公司工作了很久 对 那目前的话是这个全职在做一家公司叫埃拉 然后我们是在做低代码 看远方向相关的一些创业的项目 我们做了一个工具 然后这个工具是面向这个开发者 对 一会可能给大家演示一下 然后我之前的话讲了很多的东西 比如说1718两届的Google Dell First 然后19届的这个Cotlin Airware的一个北京这样一个活动 然后包括一些女性开发者社区 然后还在安卓界做了很多贡献 然后搞了一些study的一些gym的一些活动 对 然后简直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需求 然后可能我切下投屏 然后这里面可能有一个整个的拖拽 可能有几个部分组成 一个是它有一个拖拽的阴影 你手拖动的时候要有一个 你拖动这个东西大小的阴影 然后你拖动的过程中 它后面因为是有格子的 所以你可能要把你真实落地的格子的虚线画出来 对 然后你松手之后 可能要把你拖动的结果去apply回你的画布上 这是一个非常常规的拖动需求 然后我投一下我的浏览器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需求 对 ok 能看到浏览器吗 ok 这个就是我们我刚才讲的一个需求 比如说我们其实拖了一个button 然后在我们画布上 这个button可以跟着我们的手 你看大家可以看到我的鼠标有一个拖动的效果 然后阴影是跟着鼠标实时的更新的 然后后面的有一个虚线的框 是你它到底会落在格子上的哪个位置 然后后面会有一个比较细小的一个点 这个点是用来提示给使用者说 这个格子都是多大的 对 所以当我手在晃动的时候 其实这样一个拖担的需求 把这个需求做流畅了 其实里面是有很多的技术细节的 对 然后你松手的话 它就要把它重归回去 对 OK 那需求大概产生完了 我切回我的PPT OK 那整体的话 我们是用react来做的 那其实讲任何一个前端的技术 可能都规避不开一些技术框架的选择 那整个的分享是基于react来去做这个分享的 那在整个拖拽的功能中 可能有一些比较基础的功能和一些类库 这里给大家列举一下 比如说这个拖拽能力的选择 那react层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库 这个也被很多人用起来的 就是react dnd 很多产品是来用react dnd去打出来的 那整个的这个拖拽的 其实分两层的 一方面是一个UI层面的一个渲染 那另一方面其实是数据层面的一个传输 那数据层面传输的话 这里面是用react来做传输的 因为单向数据流这样的一个结构 是比较利于刚才我说的 数据分层和这个整个的复杂的一个交互的 它不会让你整个乱起来 然后绘制的过程 其实刚才大家看到那个需求 整体上并不是完全由DOM绘制的 因为我们发现 如果纯粹的用DOM来绘制 其实是会非常的卡 因为DOM的开销会非常大 对 所以中间可能有一些部分 是用Pymas来绘制的 虽然可能看不太出来 这个是经过一些优化来解决的 那基于刚才的那个需求的话 我们讲一下拖拉拽的一个headless的这样的一个技术架构 首先我们说对于一个比较复杂的事情 我们把它拆写成两个部分 就是把UI跟数据相分离 任何一个好技术架构可能大概率是一个headless的 这样其实我们数据管数据 然后UI管UI这样其实会更加的累 那数据层的架构的话 我们这边是用Redless的数据传输的 那可能我这里不会去枚举整个的这个数据 到底是怎么做结构的 因为这个会非常的细 会导致这个非常非常长 所以可能在这个层面的话 会给大家讲如何去更好的 把这个东西性能做得更高 那在刚才那个需求下 我们把整个数据层其实分了三层 一个是刚才我们手上的阴影 它其实是一个阴影的数据层 那第二个是一个线框的这样的一个数据 那这个框的数据是另一个数据层 那第三个就是真实Dome 就我一松手 我会把一个刚才拖的是一个button 这个button可能会根据我松手的位置 去改变不同的地方 那这是一个真实Dome的数据 那它们三个因为是不同的数据 所以效率导向的话 我们其实会用不同的数据结构来去存储 那像刚才的阴影可能是 当你使用过程中 它可能会出现对吧 那你一松手它就没了 这种东西其实是偏临时的这种感觉 那线框跟它其实是一样的 那我们其实在这里用的是一个Map的这样的一个结构 对 那我在拖动的过程中 我只要去不断的更新Map里的这个 阴影和线框的数据呢 它就会做到UI跟着我的数据不乱的走 就能不乱的刷新 对 因为我可能每半Pixel 就是只要浏览器给我回掉 我就要去更新这个阴影 那这个时候我们对这个整个数据结构的时间辅大度和这个空间辅大度要求是比较高的 对吧 那因为它这个刷新平均太快了 所以Map在这个层面实际是一个比较好用的数据结构 对 那我们发现真实盗墓是我当手松开那一刻 我会把真实的浏览器盗墓去做一次Render 这个时候里面有一些细节问题 就是你的真实场景可能是一个数 对 所以它并不一定是一个Map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我们用的是一个Trip来去存储 但Trip有一个好处就是它的表述比较清晰 但它的劣势就是它的查找可能会比较慢 对 所以我们为了这个整个的这个中间的层面的话 其实我们就在松手那一刻 才去改了数的结构 并没有说每一Pixel或者每次回教都去改数的结构 这样开销会非常的大 对 你整个的算法是扛不住的 对 那这里面说整个的这个数据层面 会有些设立的原则 就是第一点是我们用Map来最大化的存储 去你搞你的这个查询和修改的一个效率 那第二个是说我们要用Redux去保证数据和UI的分离 那这其实是结构的 第三个呢就是说用统一的数据中心和单向数据流 其实这里面还隐藏一个需求 那可能没法给大家演示就是实时协作 对 比如说我在我的浏览器上面拖 那可能你的浏览器里面也要有变化 对吧 类似于这种 我们大家都可能用Figma或者Sky这种东西 对 那它可能是一个实时的东西 这个实时的东西有一个强的要求 就是我们的数据要来自于一致 对 所以Redux的单向数据流和单一的数据中心 这样事情其实是比较好或者容易服务于我刚才说的这个需求 对 那一个好的数据 刚才讲的其实是一个数据层面的一些大面上的一些概念 那可能这里面我下面我讲UI 当我们的数据整体梳理清楚之后 其实OK你拿到了一份完整准确的数据 那你要把这份数据去render到你的浏览器上 那其实你搞的是一个整体上的这样的一个视觉上的东西 对 那视觉上的东西呢 整个我们需要说有一些原则 第一是不同职能的UI 我们需要分开绘制 就像刚才说的这个阴影啊 虚线啊 还有这个最后的真实道嘛 你不能把它搞到一起去 如果搞到一起去的话 其实会非常的麻烦 对吧 代码非常的 这样不太好 对 第二个是因为react嘛 现在都是写的function component 对 那我们说function component中非常容易的就能把这个DOM渲染写得非常的复杂 对吧 那我们可能要用一些 hooks来去解决说DOM的更新的问题 因为DOM更新的开销非常的大 对 我可能我之前实现的第一版是所有的东西都不走 都不做任何的油法 那我无脑的用数据去DOM上Render 那可能一个button拖都拖不动 甚至会它会非常的卡 对 第三个就是说为了减少DOM操作 我们可能要用一些常规的hook去来搞点事情 比如说usememo去尽可能的减少你的DOM的Render 然后用usecallback去尽可能减少你的这个DOM Render中的一些毁掉的这样的一些重新创建 对 那第三个的话 第四个是说我们说它才因为有大量的渲染的这种东西 你为了减少DOM更新的话 那因为你减少DOM更新 所以你就UI DOM层面的UI就变得更少了 但是你又不能说为了性能而去牺牲用户体 对 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其实我们整个的阴影和线框这些东西其实是用Kivas来绘制的 对 那你用Kivas其实是可以非常好的去处理这种高性能刷新的问题 当然它也不是性能最高的 一会儿我会讲如何做到最高的性能 对 那这个时候其实你就把你的真实DOM的操作和整个的这个刷新层面的东西 用Kivas来去解决 真实DOM呢 用就是松手Nike来解决 这样其实可以最大化的去减少你DOM更新的这个开销 那这样其实性能会好很多 对 那整体它的原则的话 就是说我们要最大化的去减少DOM的操作 对 那这里面有个benchmark 就是我所有的操作如果都用offline回这个虚拟DOM的话 那其实只拖动一个DOM也会非常的大 对 那这里面其实优化的话 那其实刚才我也说了一个headless的这个基础架构的话 只分成两个部分 那一个部分是UI 另一个部分是数据 对吧 那在这两个部分里面我们说如何去优化你的数据性能 就是你计算是要有一个开销的 对吧 那你如果你的算法会非常的复杂 那你可能算一次要好久 有可能摆出来毫秒 那你整个就会变得非常卡 这是一个客观现实 对 那我们这边是如何说去优化这个计算性能 因为你要算一个DOM在松手那一刻 它具体化在什么地方 其实这件事情是偏复杂的 因为可能有层级欠套的一些东西 那我们这边现在可能第一步是会用webworker 去用并行计算的方式来去解决这个问题 那webworker的好处可能就是 它可以最大化的去应用你的留言区的性能 那坏处可能是因为它是并行的 所以可能会有一些并行的问题 对 那再深一步的话 其实我们还有一些这个 其他计算的东西 因为我们做的是一个低代码工具 我们可以在这个低代码工具里去写一个整体的这样一个代码 比如说这个可能会给大家演示一下这样去表述这个需求 对 那这整个整体的最终的这个比较复杂的计算需求 可以放到Rust里 然后用web symbol去引进来 那这样其实可以让你整个的计算性能达到一个最高的要求 OK 那webworker呢 刚才也说了 简单说一下 就是它的优势就是开发比较简单 你起个webworker这事其实更不复杂 对 可能在浏览器用ts或js写一写就出来了 对 它是低成本 并且直接的可以提高你的计算交流 对 那烈势呢 非常明显 就是因为它是一个异步操作 所以它是持续是有要求的 比如说你可能算了一个东西 算了可能10秒 对吧 那可能等你下一次操作回来之后 这10秒的回来的结果可能防下都了 它并不需要你这么高延迟的这样一个东西 那这个问题是怎么解决呢 其实Reduce的单一数据流是非常的好的一个东西 它可以 因为你dispatch出去一个reducer的一个action 那这个时候它其实有时序的 那你根据你的时序再去计算 其实回来的数据大概率 因为每次它都是final state 所以它的final state一定会正确 除非会有些极端情况会有问题 但是大多数都是正确的 极端情况可以特殊处理一下 这个时候就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webworker是不能直接操作dome的 那这其实也一个小事嘛 那你可能用webworker做一些数据处理 然后再可能apply回Reduce 然后Reduce的去回掉你的dome 然后你再去改这些UI 其实是比较好 那最高的性能 我们说这个性能的极致 就是用整个的PC的资源 去解决你的性能问题 那从数据这个角度来看 那优势就是说我们可以用Rust去写web assimilate 对 那我们看到前端的发展里面 包括SWC这种东西出现了 那可能很多的前端脚手架的东西是在用Rust来做的 那我发现Rust确实能提高最高的性能 是在非常复杂的情况下 比如说你有很多的计算方式 TS就是扛不住了 对 那这个时候Rust能冲上来去顶上去 但是这里面有一个问题 因为Rust毕竟不是TS 他们也没有什么可兼容的 他整体的开发是比较粗杂的 需要把你整个的业务用Rust重写里面 那其实都不是重购 就是重写 这个时候而且有一个问题就是你 对 如果你想用Rust的话 你首先你的上手难度会非常的高 他对你团队的人的要求会非常的高 对 并且他也是有异步的问题的 也有刚才说 我说webwork的一些问题 对 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劣势 可能这里面最痛的点就是说 你学这个Rust的过程和把它接进来这个过程是比较痛苦的 对 可能你写了两天都编不过 对吧 然后你说UI层面是怎么去优化呢 刚才也讲了 其实是用Canvas来做优化的 那Canvas的话其实是比较简单的 就是说绘制是比较简单的 浏览器天然知识也没有什么兼容性问题 对 那我们测试下来 其实Canvas有一个劣势 就是当你的画布足够大的情况下 这个我给大家演示一下 对 大家能看到这是一个button吗 这个button其实我可以往下拖 我不可能浏览器屏质这么小 那我拖到下面的时候 其实它可以会随着我的拖动不断的往下走 对 那这个时候其实它就会 会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滚动条出来 那这个滚动条可以会 它可以随着我的手的不断的往下拖 而不断的被滚动下去 对 那这个时候 当这个条大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那你的画布就会非常的大 对 就是刚才我讲的这样的一个画布大的这样的一个问题 对 那可能你的网页写的足够长 比如说上万像素 对吧 虽然这种情况比较奇怪 但是它是存在的 对 OK 那在这种比较极端的情况下 那每次绘制因为都需要clear 就是Canvas是画一次clear一次 画一次clear一次 它没法自己 或者说你当你需要覆盖 你需要clear的那个部分的话 它需要去把那个块东西去删掉 对 那这个时候 其实当你clear的足够大的时候 即使它里面没有东西 因为你肯定是很大 它也会非常的卡 对 那这个就是会比较麻烦 那解决这个方式有两个东西 两个方案 一个方案是你维护一个比较小的Canvas 可能随着你屏幕的滚动 这个Canvas并没有变化 就它就一直在你屏幕的中间 然后你用一些数学方式呢 去解决说 只画你眼前能看到的这个东西 对 那这个是能解决这个性能问题的 我们发现是可以搞定的 但是它有一些问题就是因为你当你往后滚的时候 对吧 那这个时候你其实在不断的画 但因为你只有这么大 所以可能有一小条你画不出来的 那这个时候会有些闪烁 对 因为你要不断的clear 然后不断的draw 不断的clear 不断的draw 都会闪烁 这个其实是没法解决的 因为你要么就画一个很大的画布 它就不会闪 但这个会卡 对吧 你要么画一个很小的 那它就clear过程中就会闪 那就是没有办法 对 那如何去解决说最高性能的问题呢 这个其实我们还没有实现了 但是这个新测试下来是可以的 就是你的用webGL来去解决 那它的优势就是说简单直接 webGL可以用你整个PC的GPU资源 然后去画 那会非常的高性能 对吧 那夜游总能搞出来 那就别说这个 一个拖拉拽这个事情 对 那第二个劣势就是说 它整个的代码跟REST一样 就是它跟Canvas并不兼容 然后你需要把这些东西 全都重新搞一遍 对 然后它也有一些少量的兼容性问题 它并不是在所有网络器上 都支持的特别好 但这个问题 现在今天其实MOS已经解决了 对 只要你不搞什么IE什么的 其实都不是问题 对 所以它的劣势也是REST的问题 就是说 它对团队的人员的要求是比较高的 因为其实整个会这些东西的人 可能会比较少 对 所以你的开发程度会比较高 对 然后一个好的例子 就是刚才我讲 我拿我们的产品来的演示 其实我们的产品 其实对拖拉拽这件事情 做了很多的事情 对 那刚才我的那个产品是一个 我们公司主要的做的 在做的一个东西 就是我们管的叫Ella Builder 我们公司的名字叫Ella 那我们是一个完全open source的 这个to developer的一个local的工具 对 就是完全完整的开源 然后我们也不会做这种 什么商业版本之类的 我们就是一个认真做开源的公司 对 那我们实现了 其实整体上是实现了一个非常完善的 拖拉拽的能力的 包括你拖上去 拖下来 然后跟着手机指标走 巴拉巴拉 可能一家堆的功能在里面 对 然后还有一些细节 比如说框选之类的 对 第二个就是说 它有一些低代码的解决方案 这个可能我会演示一下 因为我刚才留了一个说 有一个计算性能的问题 对 那整体上 比如说我们是可以用JS来去调动 整体你拖出来的组件的 我们希望说 当你拖出来一个组件之后 那它就肯定要有逻辑 这个逻辑我们是用JS来写的 这个其实对整个前章开发者的使用 习惯来说是比较接近的 它并不会有什么 说学习相关的东西 大家不需要学习 只要去挪就OK了 对 然后第三个就是说 EVA实际上是一个快速开发的工具 你可以把它快速部署 只要点下D4就可以部署 对 那前提是你可能要在 我们有些CRA工具 可以让你快速在本地起来 对 然后第四个就是说 我们是一个完整的 一个开发者 面前开发者的工具 对 你可以追求一个开发体验的这样的一个优化 因为我们认为前章工具师 在做一些快速工具的时候 其实并不需要去什么搞个项目 然后再去写下对的逻辑 然后被排版可能要排几天 然后再去把它上线 可能你就是为了一个活动页 对 但我们面向的场景并不是复杂项目 那个东西应该用react view来解决 我们面向的是轻量级的这种页面 或者说我们管它叫internal tools的这个场景来去解决这个问题 对 第五个呢 就是一个完整开源的东西 完整开源的话 我们长期不会做商业团队 我们的商业模式并不是基于这个my license的方式 我们会保证这个东西会长期的开源 并且大家可以一直的使用 对 然后我去简单演示一下我们的这个说计算这个相关的东西 刚才说的计算相关的 比如这是一个button 对 那我们可以给这个button 因为后面有一些属性 那比如说我们在这个它的任何一个属性都是可以写js代码的 比如说这个它的text 对 那它text在我们这的话 其实这是一个输入框 比如说我们可以写1加1 那它其实就是这里面叫的是个street对吧 比如说它要一个1呢 那它就是一个1 那你也可以把不同的street做相加 那可能就是一个12 12呢 对 那这个里面当我拖出来另一个test的时候 对 就可能它也是一个button2 就是一个button1对吧 那我可以在button1里面去显示 是button2的value 对 那这个时候其实就因为它没有什么value 所以它可能显示的就是一个功能 这个时候对于它来说 我们说为什么计算性能在这要求非常高 是当你有足够多的button和足够多的text 甚至是足够多的组件的时候 它们是关联性的关系 你改了可能你现在今天我改了button1 那button2要跟着变化 对吧 我因为我把button1的内容改了 然后button2也用了 当你的依赖数目和你的这个结构足够的复杂的时候 那你就要去为这整个依赖关系和计算结果去负责 那从而需要一个非常高的性能 所以在这个层面的话 其实我平常用RAT和这个Webbroker去双向去解决这个问题 对 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方向 OK 稍微去吧 OK 然后我的分享大概就这么多 对 然后我们其实可以进入QA环节了 好的 那接下来那反正老师刚才的精彩分享 那我们稍是老师这边稍是准备一下QA 然后我们刚刚演讲过当中呢 还没有来得及提问的同学呢 现在也可以通过弹幕或者活动讨论区的方式进行提问 然后我们社区人员呢 也负责了收集大家的问题 老师这边呢 一会儿呢 可以从文档上的挑选 比较有代表性的问题呢 进行答应 欢迎大家的踊跃提问 然后老师这边呢 先看一下 现在用于时间问题 可以先选择三个有代表性的问题呢 进行答应 OK OK 那个Dog的话 第一个的话 就是说是怎么使用QA 减少Dog操作的 那这个刚才其实讲了一下 就是刚才回到刚才那个需求里 我们说 我还是投一下屏 这样讲比较直观 对 我现在把它拖起来 大家会看到这个阴影的部分和线框的部分 可能每一个每半个pixel 或者甚至说每0.1个pixel 都需要去把它软点处理 那这个过程其实如果你不断的去刷新的Dog 我们会非常的卡 对吧 那我们其实是在这个层面 大家看到那个线框和这个阴影 其实是用看法才解决的 然后后面大家能看到有密密麻麻的点 这个点其实算一次 计算一次就行了 但是如果你去生成这么多小点的一个Dog 也会非常卡 对 就是科幻现实 Dog多就会卡 对 那而且这每一个 如果都是一个Dog 也会非常卡 那这个我们也是来用看法画的 对 那当我一松手的时候 所有的看法都不见了 这个时候其实这个button会被挪了一个位置 对吧 那这个过程其实是一个 把真实Dog 宣传出来的过程 那其实 其实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说 你怎么去做这个平衡 就是当大量的刷新出现的时候 那你应该琢磨琢磨 怎么用Keyless来去解决这个问题 那当少量的这种Dog操作出现的话 比如说一松手 我们需要把结构称出来 那现在要用Dog来解决 对吧 因为Dog才是你的终极的这个目标 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区分度 对 然后整体的原则就是尽可能的少用Dog 然后尽可能多的是用Keyless 因为这些东西都不是你产物的东西 大概这样的一个原则 OK 然后第二个问题就是 Keyless和Dog会不会重叠 这个不会 就是在刚才的演示中 我们发现 其实你是可以 甚至我的Keyless都是分层的 我不是在一张Keyless里画 我是在三张Keyless里画 然后他们其实是一个relative 这样的一个布局 是叠起来的 对 然后重叠的话是会重叠的 但是你要看你的需求是怎么算的 因为你看刚才我的需求 就是我的阴影 我的阴影就应该盖在我的框上 对 那我的框就应该去盖在点上 那这个时候它就是会重叠的 所以整体的话 对重叠这件事情 其实问题不大 对 然后第三个就是前端线程的 我看看吧 第三个是前端线程池的管理 放在JS或Rust如果选择 这个其实一个好的 我认为一个好的解决方案是说 如果你用了Rust 那你就把你Rust和JS中间的这个bridge 就是说一个interface 因为Rust可以去export一个interface 那你其实本质上你就所有能力都用Rust来实现 但是所有的调度也放在一个Rust来实现 对你让Rust成为你一个STK 这STK比如说我要计算某一个值 那OK你就调用Rust这样一个web simulate的方法 那怎么计算就放在Rust里就行 比如说你连续调力100次 那100次显然会有一个进程调度的问题 或者现成调度的问题 对吧 那这你也应该放到Rust里 就JS对现成的管理也非常的弱 对吧 我们也知道就是JS在这方面 它就是不是一个最好的选择 那既然你都用了Rust 那就全都用Rust 你让JS成为一个工具 就是你去调用Rust 大概是这样的一个选择 这样其实整体上对你Rust的代码也会比较好 然后第四个是闪烁 OK闪烁的话其实都是一样的 就任何的方式都是 就它会非常复杂 就是我怎么去讲呢 就是你可以用很多的逻辑去怼 刚才我说的那个小框的那个逻辑 对吧 就是比如说你多画一层 少画一层 慢点画 或者说像说的用双手缓冲 或者说你用很多的抗锯齿 反正你可以加很多很多逻辑在里面 但你永远都感觉不了 它就是一个小框 然后你加的逻辑越多 你去怼这个小框显示好的 这个逻辑越多 因为它就是比较反直觉 对吧 你本来画布应该可能一万个pixel 但是你就只有一百个 你就要为这个一百个pixel 跟一万个pixel中间的这个兼容层 做很多工作 这个会非常的麻烦和难受 对 所以你莫不如直接说 用这个web.jr这种东西 直接去把它一步到位搞定 对吧 你又想象到了高兴了 然后你又不用去 那么麻烦的去做这个思考 其实有很多东西 在怼的过程中 大家都知道 大家都怼过代码了 这个怼其实是蛮难受的 对 所以它并不是说解决或调 我觉得是这样的一个词 对 我们觉得方向比较重要 下一个是你认为D代码的中态会是个什么形态 其实我觉得后面几个问题都差不多 我可以简单讲一下 我们认为D代码其实是用来做高效工具的 就是在我看来什么是D代码 那你说安卓SDK和iOS的这个SDK 它不是个D代码 如果你不用这两个SDK 你是写不是APP的 它只是抽象的非常底层的D代码 对吧 因为D代码跟无代码 我认为还是要拆开的 D代码是要写代码的 然后无代码是不需要写代码的 这件事情 我觉得大家需要首先去分开 对 那还有一个部分是说 那你抽象的越高 就是说你让你的用户 写代码写的越少 那你可能就越低 那低到一定程度就是没了 对吧 那我们认为 我认为可能D代码的解决的事情 是让你从一些繁重的工作中脱离出来 比如说刚才我说 我做了一个排版的需求 对吧 大家在写这个排版过程中 其实会花费前段公司很多的时间 比如说你把一个东西 在PC端和移动端 可能做一些响应式的布局 这会儿可能就要花你一到两天的时间 对吧 可能页面上啥都没有 就一张大的底图 然后中间两Button 那可能这两个Button 你还要写很多的CSS 然后调味颜色呢 可能也要写很多CSS 然后你要为了这个CSS选型 到底用Telwin的CSS 还是用SaaS 还是用Less这些东西 做一些思考 对吧 然后你可能觉得 这个工程以后会怎么着 你就你在把这件事情 做出来的过程中 需要大量的判断 那其实这个活动可能只上两天 对吧 那一个只上两天的活动 你可能要花七天去开发 这个其实是比较难受的 那我们做的这个平台 其实就是说 让你可以快速的去把你想要做的这种 简单的 或者我们管它叫Internet tools 比如说你最近想搞一个这个看板 这个看板就是看你这个前端的 看你服务端 我说服务端 可能有五个参数 这五个参数就想实时发现的看 对吧 那你如果没有Graph 有Graph 那你还要配 没有Graph 的时候 你怎么办 你肯定要掉接口 对吧 你自己搞一堆接口 那我们其实我们的产品里面 是可以直接掉用API的 也可以做到刷新 对 那你可能用我们产品五分钟就能搞定 这件事情我们试验过的 没什么问题 那你要是自己开发个前段页面 那这事肯定是天气 对吧 你就算你手再熟 你再厉害的一个工程是 你把刚才我说那大堆东西搞完 然后你还要上线找个服务系 对吧 搞一搞也挺麻烦的 对 所以我们认为这些 有很多的需求是 因为成本而不做的 这些需求我们认为是 我们要解决的问题 再比如说举个例子 就是 你可能要做一个实习生考勤的 这样一个东西 对吧 在这个过程中 因为实习生的考勤 它又是在数据库里存的 你又不能用现本的SaaS解决 你就是要掉API 来去从公司的这个 库里把这实习生 照点是谁拿出来 反正这个时候 我们的工具 可以直接让你连买Circle 这个可能我刚才没有讲 就是我们的工具里面 就可以写Circle的 这个 我再投一下 对 大家看到这其实是一个API 可以发送 然后我们也可以支持 MyCircle BCircle Redis Mongo 然后目前因为还比较早期 可能只是这四个 对 这些东西呢 我们都可以直接在我们的前端里面 去帮你 你直接写Circle 就能调用出来 这个时候 你就不用去求一个服务端 或者说自己搞一搞 难道的搞也能搞 但是很麻烦 对 我们认为 这会非常轴性一个工程师 想做的事情 比如说 哪怕你只是想搞一个CICD 在报警机器里 对 那这个其实是我们想要做的一个发工程师的英尊 图思这样的一个东西 对 我们其实并不想做那种 比如说什么设计高转代码 那个就太有点那个魔幻了 就从我角度来看比较比较难实现 对 OK 然后加入团队的条件 加入团队的条件的话 非常简单 就是我们是一个open source团队 然后只要你想要做open source的事情 并且你是一个前的工程师 或者国朗工程师 那你就可以跟我们投减利 然后我们现在确实在招人 你可以直接就去聊一聊 也没什么问题 对 然后我们比较倾向于 想要做开源的人 对 因为我们非常认可开源这件事情 对 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思路 如果你不认可开源的话 我觉得可能太行 然后原生拓转API 原生拓转API的话 其实reactD&D就是用原生拓转API的 它有一个HML backend 它本质上其实就是用了 这个原生的undraget和undraget 对 它只是封装一层 因为原生的不好用 就是reactD&D解决的问题 是让你的起始位置 和你中指的位置 就是你拖的那个代码的位置 和你drop的代码的位置 大概率不在一个地方 对 如果你用原生的写会 非常的难受 reactD&D给你串起来 它其实做了这样的一个事情 不是说它自己搞了一套新的API 大概是这样的一个事 直接也 Circle有没有注入的东西 其实没有的 因为这个事情是有这个 首先Circle是你自己找的 买Circle 或者找的一个什么东西 然后逻辑是因为权限的层面的话 是你自己的逻辑 这个是阻止不了你写 写无限循环的 谁也阻止不了你 故意把代码写坏 但是其他的其实没有风险的 因为Circle本身是有隔离的 因为每一个Circle都是每一个DB都是一个独立的这样的container 大概这样 看员的项目的名字叫EllaBuilder 然后这个大家可以扫这个屏幕上的码 右边是一个Github的链接 就是名字的话就叫EllaBuilder 大家可以扫一下 然后目前来看我们是一个alpha的版本 然后可以大家可以用Docker就把它软起来 大家过几天我们可能会出一个云的版本 就是让你体验更快一些 也就不需要你在本地配KBiS和Docker之类的 对大概是这样的一个版本 OK 然后这个里面就没有什么问题了 还有什么其他的地方的问题 OK 那KRA环节就到这里了 然后我们接下来做一个互动 互动出讲 然后大家 对麻烦陈老师找三个人 作为这个什么精选中奖者 对 精选中奖者是吧 第一个就是前端线程式管理放在JS或RAS 如果选得吧 这个我觉得问题问题比较好 然后 KRAS和Docker会不会重叠 然后这个可以可以来一个 对 然后第三个的话 第三个的话就是9吧 相比于中后台地代码平台的亮点 OK好 那我们接下来呢 进行一波互动抽奖 然后大家呢 现在在直播间的同学呢 可以打出来 设计说三个字 打在屏幕上 对 然后呢 我们一会儿我们的号码呢 一会儿我们的官方号呢 也会打出来这三个 那我们官方号打出来的三个呢 打出来的这个弹幕呢 的第一前面一个后面一个呢 就是中奖的这样一个礼品的这样同学 大家现在打出来设计说 OK 那就恭喜郑夏华县17和ROCTH这两位同学 是我们今天的互动抽奖的用户 好 那最后呢 是我们下期的设计说 活动呢 是由深圳吉利级承办的 那时间呢 是在下周四 然后呢 也就是7月21号的晚上8点 那大家呢 到时候 到时候呢 也可以关注一下 我们由郑伟老师这边带来的 潜谈量子计算机和CIRQ的分享 到时候大家也可以参与 一起交流 然后最后呢 再次感谢我们今天的这个讲师 陈老师他的精彩分享 也感谢今天参与火纵的同学 以及工作人员 大家辛苦 晚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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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点栏目